这是一个玩款不规则的斜角设计 我穿的是天空蓝,淺蓝色 我手拿着这个是粉红 两个颜色都是带少少灰调的 和歌饱和度是淡色一点的 不算是很鲜艳的颜色 柔和一点的色通为主 淡色加了灰灰的色通 特别是我这个蓝色 这个是见到比较柔和的颜色 我这款是一个斜角的剪裁 在肩膀的位置延伸到空的位置 做一个斜角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用了衰三步两层的配搭 这里也有一个剪裁 上面加了珍珠做配搭 旁边的手袖位置同样以衰三步 刺售的造工去连续设计 这一幅和这一幅是相同的 这个是on top加上去的 手袖也是做一个ruffle的手袖 有一个正常的手袖位 搭配了夸张一点的裙款 搭配了个白色鞋 有一个玩款一点的设计 其实整个款都是简约的 都是比较平淡的 虽然它有一个层次感 但是你说是否属于很夸 都属于比较适中的位置 有它的亮眼位 你也看到有一个平衡 我也挺欣赏的 除了一个平衡之外 我喜欢它堆叠了珍珠 去做一个连贯 因为其实整件衣服都是比较平淡的 这些位置都是属于一个小小的点绝位 是宽松的版型 简约封为主的 玩一点设计感 不算很夸 这个款不算很夸 属于ehandle的一个线条 不规则的款式为主 我现在就配了个蓝色的泡泡裙 这个属于日系感一点 不过我就想配得lady一点的线条 所以我就配了个凉鞋款 粉红色我会召唤这个蓝色裙 给大家参考 夸张一点的 是的 这个裙裙比较夸张一点 风型一点的 我想将风型 配合这一幅的ruffle效果 这个ruffle 因为它是蜀衣布 所以它的立体感会持续 虽然都是软身 但始终是蜀衣布 蜀蜜的蜀衣布料 所以它那个ruffle的形态 会呈现得更加理想的 持续得更加好的 那我召唤这个粉红色 这个粉红色我也是照顺这个蓝色的 当然深蓝色也是属于很稳定很白白的颜色 那粉红色搭上去都是没问题的 那刚才蓝色同一个色通都是完全能够 那这个布链是有弹性的 这个是双面料来的 这样就软身不透不拍不刺肉 不需要牙去打底的 那ruffle呢就是一个 double layer 的style 延伸去到 手袖呢都是做一个斜咳的线条的 那你看到手袖的部分呢 不是只是on top的一幅 你会见到同样都是一个斜咳的 是的 斜咳的一个线条 那就是令到那个balance 那个位平衡得很好 虽然是不规则 虽然都是玩不规则 但是它那个平衡感 那个观感上是拿得挺好的 是的 简约风格为主 那再有一些珍珠的highlight 所以衬一个比较lady的造型 绝对没问题的